你好,欢迎收看12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美轮国中的图书室耗资320万元 花三个多月时间改造了校内老旧图书室 22号上午举行了街牌仪式 新建的行舟独厕馆,学校是以方舟作为设计概念 融入了沙滩海洋白灯塔元素 期望让师生可以徜徉在书海当中 也制作了两艘行动图书船 借由书船共享好书 让阅读可以更多元 有白云形状的造型灯 方舟造型的书柜 融入海洋、沙滩以及白灯塔的颜色 花莲县立美轮国中 今年5月底 在多位议员与何硕联合科技公司董事长 童子贤的赞助下 历经三个多月时间 将老旧的图书室重新改建 并取名为行舟独厕馆 期盼让师生宛如来到维文化中心 朝阳书海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以一个图书馆的一个艺术 还有在地的人文文化的一个结合 所以在这个定位上面 我们会希望是一个校园的文化中心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沙滩海洋 以及船只的一个意向进来以后呢 其实我们看到学生呢 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面 他都可以享受阅读 那另外呢 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说 这么棒的一个图书馆 不会是只有在学校 我们也希望在社区做一个连结 那另外呢 我们觉得阅读不是只有在 在书本上面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空间 在规划上面 也搭配了一个数位的学习 所以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是可以看到数位学习 以及阅读力的一个 互相辉映的一个环境 相照以往空间的老旧闷热 后置320万的新环境 获得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回响 空间来讲明亮很多 然后不会像之前的图书馆 会让大家很容易在角落发现 很多肮脏的地方 或者是书籍比较不会有乱放的情况 图书馆这次增购很多新书 然后环境也有更多 可以随地就做的地方 所以以后会跟班上的同学 一起登记来图书馆 排书更有特色 就是进来的时候就很方便 想要自己 找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书 然后我们图书馆也配合了 就是海洋 还有一些船 就是进来 非常有花莲的感觉 然后空间啊 一些也都变得比较明亮 就是会让人更有吸引力 因为他念书不行 但是他在 怎么讲 就是在学校的阅读里面的话 他就是他很喜欢来图书馆 然后他现在到了高中 他也一样就是会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去图书馆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部分 那我也希望这边的孩子 就是说你也不用会很担心说啊 你念书不行或什么 你只要有几个带着走的能力 你这个能力可以行遍天下 我觉得做父母的或做师长的就很安慰了 学校另外打造的两艘行动图书船 中浦号与旺道号 并与花莲县图书馆合作 以主题书展的方式巡回各班 其盼除了养成学生走进图书馆阅读的好习惯之外 也能将好书送到学生的班级 增加学生接触阅读的机会 打造校园能好的阅读风气 记者长方言 花莲市报导 接下来 误会orNow